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很有用的APP 有時候我們在看網頁的時候 也許會遇到簡體中文的文字 那如果你看的不是很習慣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APP 可以很方便的將這些簡體中文 轉換為繁體中文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PP的一個操作方式 我們首先先把APP Store把它開啟 接著在搜尋欄位輸入繁文堂這三個字 請注意因為它沒有iPad專用的APP 所以我們在左上角這個地方 我們要把這個篩選把它開成為紫線iPhone 不過在使用的時候 iPad跟iPhone這兩個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找到這個APP之後 就直接把它下載到你的手機或平板就OK囉 那安裝完畢之後 如果我們直接把繁文堂打開的話 那它本身有一些可以利用剪貼的方式 來將簡體中文切換為繁體中文 就在第一個選項文字轉換 不過它這個最方便的 並不是使用這種剪貼的方式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個瀏覽器裡面 去進行這個翻簡轉換的操作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可以直接去開啟我們的網頁瀏覽器就好了 所以我這邊把Safari把它打開 那打開之後你可以隨便去找一個 譬如說這個簡體中文的網頁 那要怎麼樣來進行這個轉換呢 我們可以到右上角去按一下這一個箭頭的按鈕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底下呢會有一排的圖示 好 那我們要確認說這個繁文堂呢已經有出現在畫面上了 好 那它如果沒有在畫面上的話 我們可以捲到最右手邊來 好 那這邊有一個更多 好 我們可以按一下把它打開 好 那確認說這個繁文堂這個選項呢是開啟的 好 像我們這樣子的話變成是關閉的 我們必須把這個開關呢把它調到右手邊 好 然後再按一下完成 好 那這個繁文堂的這個圖示呢就會出現在畫面上了 好 所以我現在如果想要轉換成繁體中文的話呢 就直接在這個地方按一下繁這個字就可以囉 好 那我們這樣就轉換完畢了 好 那我們這樣就轉換完畢了 好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簡體中文方面看的不是很習慣的話呢 你就可以試試看去下載這個APP囉 OK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